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傅盈特别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他除了提到军费 他还特别回应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中国反空发草案的相关批评 那么此外呢 全国政协会议也在今天进入了第二天 有关在北京的两会情况 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VOA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东方您好 月文您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 中国在上个星期的这个反空发草案 刚刚我们听到了荣香的报道 引发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还有国务院的多位官员 做出了一些质疑和一些反应 那么对此今天发言人傅盈 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今天的记者会呢 傅盈回答了十几个问题 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来自官媒 只有两个外国记者 分别是路透社和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的记者 那么美国记者大军呢是全军覆没 那么今天记者会上有关关于外国科技企业 要交出保护用户数据的这个加密密约的问题 以及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的问题啊 是中国官媒记者提出来的 是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记者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提出 他提的问题呢是要主持人呢 要这个傅盈说说如何看待美方 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看这个问题呢也是loaded 也是非常的这个偏向中国这方面啊 那么傅盈的回应呢很有意思 他正面的肯定说 美国正要从政治这么高的层面 关心中国的立法程序 这是一种进步 随后呢他对相关问题呢进行了解释 但是呢他并没有直接的回顾 美国方面所关注的具体问题 他也强调了呢 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类似的做法 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傅盈 回应这个问题的现场画面 一是为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 才采取这样的措施 第二呢是仅限于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适用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用的 三呢是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 审批手续 这个做法呢是符合我们国家的 行政法原则的 也是国界上比较普遍的做法 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谢谢大家